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 韩国的考试制度 升学制度 甚至他考考考 考不完 这一节主题呢 我要讲的是 像是龙炉一样的小房间 为什么是小房间呢 待会就知道 还有你的人生 要选择的是 天空之城 还是三流之路 这两部剧 这两部剧 大家韩剧应该都有看过 就是三流之路 以及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SKY SKY这三个字呢 其实就是S 就是首尔大学 K就是高丽大学 然后所谓的Y 就是岩市大学 也就是他们的前三名 这个天空之城啊 如果你有看这个韩剧的话呢 应该知道 这个要进首尔大学 这三大学校 这三大学校 里面的家长啊 不但要就是比这个 所谓的什么才艺啊 然后还要攀龙富贵啊 里面这个非常之精彩 先不说这个 他们这个考试 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 我们来公布一下 最新的调查数字 跟大家讲一下下 最新的调查数字一下下 就是呢 我们呢可以看到呢 这个最新的调查数字 这刚出炉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 跟大家讲一下下 最近呢 刚出炉的这个 世界百大的这个 世界百大的这个排名啊 你知道吗 第36名是南韩的首尔大学 41名呢 是南韩的这个KST 就是南韩科技 南韩科学技术院 这个是专门出科技人才的 待会会告诉大家 有哪些人才 还有还有 跟大家讲一下下 总共呢 严氏大学 还有就是高丽大学 包括陈军管大学 全部都上榜了百大 啊那么台湾呢 台湾的台湾大学呢 是68名 也是有上榜啦 不过有65大学 南韩的竞争力 真的很竞争力 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不过在这个竞争力的背后 到底星星学子 要付多少多少的辛苦的代价呢 我们可以连线一下 就是我们的韩国专家 陈庆德先生 嗨 嗨 记得 他是韩国文化研究者 记得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是在韩国待了多久 我在韩国大概 林军总统家大概快十年左右 对啊 也在那边念书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在那边攻读博士 是然后今天的题目 刚才那个水音直播提到什么 就是韩国考试风是不是 对啊 真的韩国的题目压力 大学考考考 然后考试村考试院 一大堆的考 然后呢 其实他们有好多好多 奇奇怪怪的住宿的方式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 让我们觉得台湾人都 台湾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真的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对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嘛 就是第一 其实这次 其实南韩的竞争力 蛮厉害的是指说 就是他们的这个 第36名是首尾大学 41名是我们的就是 培养科技人才的 他们的 南韩特技很好的 对然后甚至就是SKY这三所大学 都有入榜 而且重点是连成军馆 就是成军馆大学 其实是历史蛮悠久的大学嘛 对不对 对然后呢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是说 其实他们竞争力这么的 的强是不是 因为我的朋友告诉我啦 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 他是一个APP开发的工程师 他说因为我从书上看到 他们说念书真的是 要四五 每天要如果你升高考的话 就大学大学考试的话 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是真的这样子 对差不多差不多 对的确啊 那个刚才水晶主播 水晶主播提到非常好的问题 的确我们也是韩流最显现 刚才提到SKY 的确在韩国啊 所谓的SKY排名嘛 首尔大学高丽大学 这两个严肃大学嘛 通常啦 如果在韩国家长的观念中 能考上这三所学校的话 他们家长会干嘛 会跑去学校 跪着哭 很感谢在学校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表示他们什么 小朋友 成龙 成凤 而且我举个 学校哭 因为 involved 因为在搜尔大学 只有百分之 百分之2%的考生进去 真的以前都会这样子 贵着哭 因为表示他 小朋友以后很好的前途 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就好了 我知道我们这个 有很多观众都年轻朋友嘛 如果年轻朋友开上行剧 你看 不论是什么 辩护人 我有计程车司机 你一面的精英分子全部都什么 你是不是收入大学毕业的 这非常有趣的 表示他们设计精英人 所谓收入大学 所以要考进这些学校 的确是非常非常难 然后刚才那个水晶主播提到 就是他们竞争力有多激烈呢 刚才有提到2%的考生 参考进所有大学 当然比如说我们常看到一些什么 就是天空之城 那影片里面拍的是很真实的影片 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 小女生吧 可爱可爱的 她说那时候念书 高三要去考大学的时候 她跟我形容说什么 那时候念书念到一天只能睡4小时 她说我多睡半小时 他们说在韩国就是要备赞 就是你要念书就是备赞 就是做四忘五 你绝对不能 如果你少一个小时 你可能就输了那一个小时 对 别人就比多念一个小时 而且我听说他们的这个 这个韩国的升学竞争啊 就像军备竞赛 韩国有一个调查是讲说 韩国17岁的青少年 平均每天学习接近12个小时 比同年龄的英国青年多出了4.6个小时 对 没错没错 真的是焚高计鬼的在念书欸 真的韩国 我觉得韩国那个补习风气是蛮胜的 而且竞争的压力蛮大 因为大家都想往名校去嘛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 我自己以前也曾经在韩国考过试 这同学这其实很多观众朋友看到 就韩国会出现很多 比如说一些发生在补习班的一些 比如说为了补习啊 然后往回家 或发生一些比较家庭悲剧也有 所以比如说我举我自己青森历史来说 不知道就是青森嘛对不对 对 青森 青森其实蛮多 那真的就念到最后是整个都 封掉的东西嘛 搞不好整个都封掉 因为这个是有根据的 对 就是说好像就是 大考完之后其实那个 韩国的那个就是 高书之类的大解历率蛮高的 对 没错 然后我举我自己青森历史为例 您说 我去举我比较青森历史为例 我举两个例子就好 这可能各位观众比较有印象 像我自己在那边念博士 可能念博士的观众比较少 在台湾的话大概有所谓的 什么学位考试 就是你要考博士才能提论文 台湾大部分是两次到三次 那我们学校比较刁砖 我们考七科 台湾考两科也有 韩国考七科 除此之外 比较贴近各位观众 还有台湾有所谓的什么 全民英检 全民英检 可能大家都考过 韩国也有全民英检 可是韩国的全民英检 非常有趣 就比如举例来说 他有一到十个题目 你第一题答对 第一题答错 第二题答错 第三题答错 第四题答对的话 有算分数 为什么 他表示你是标到的 所以他考试 因为第一题最简单 第一题最难 它要有一个量化的过程 韩国人很喜欢考试 而且我那时候在韩国 考类似他们全民英检 一次考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补习班也非常热 比如说各位观众去江南那边 有很多漂亮的补习班 海报做的非常漂亮 所谓人气讲师 人气讲师 我这边其实可以大概讲一下 他们哈广 哈广就是补习班 我这样发音应该没有吃吧 哈广 哈广呢 哈广呢 其实呢 韩国青少年 焚高记轨的行程表 念书行程表 跟大家讲一下 他们是早上六点 就起床通勤上学 然后呢 到四点钟下课以后呢 开始是晚自习时间 然后再来是九点结束以后呢 再前往哈广的私人补习班 至少待到晚上十一二点 回到家 有时候还要再K书 K书到凌晨一两点 所以为什么说 他们啊 睡觉只睡四个小时 到五个小时是真的 因为我那个首尔的 韩国庆祖朋友 他说他考上首尔大学 的确就是这样子哦 那个庆德雄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的确啊 因为韩国 其实他们更生有概念 就是认为 透过考试 念到一个好的学校 能翻转所有的阶级 比如说 我可能是出生比较贫穷 他才藉由考试来翻身 所以只要你进入好学校 比如说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吗 三星啊 也没有也是高丽大出来的 或者他们总统 很多都收尔大出来 就是你只要进入那个学校 不管的人脉啊 或者是一些学习的机缘 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才说 韩国有所谓的三元嘛 第一个学员 你姓什么的 第二个地缘 你出生什么地方 第二个所谓什么 学员 你什么学校毕业的 你去面试的话 老板第一个问你 你是台大或者什么毕业 没有类似这样的 万一你是什么 类似时候大毕业 高一大毕业 他们会觉得 就是物与类聚嘛 我多多照顾呢 所以其实也造成一种就是 就是比较物与类聚这种概念 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 也没错 好 其实我们导播 可不可以帮我们cue一下 就是那个 就是考试院的画面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下吗 就是导播可以cue一下 考试院的画面 可以啊 也可以同步分享一下下 考试院我自己青山住过一个月 就受不了了 20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考试院的画面 这真的是蛮特别的 就是可以看到非常的窄小 然后空间非常的狭小 大家可以看到呢 大概只有两到三坪 你可以看到只有这么 其实很脏乱啦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地方 而且重点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考试院呢 就是他 你看这个学生多么的可怜 他在三坪的空间 只有一个床 甚至是只有 你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个电视 然后呢一个书桌 可能呢每一天就在这个地方 在他们考前很特别哦 考前的大考的这个三个月 可以考前的这个三个月 要到考试院来念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在那边 比较能够专心 可是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K书中心 台湾的K书中心 可能还比较好一点点 那刚刚其实有讲到这个 刚刚庆德轩有讲到这个 严氏大学啊 还有就是这个首尔大学啊 他们其实都非常的竞争 那要跟大家讲几个 就是他们出的名人 这边导播画面再帮我Cue一下下 首尔大学这个出的名人啊 其实真的也不少 还有呢 还有什么学校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也是你看 这个画面真的蛮 这很挤耶 这开始又一个可以睡觉 然后跟一个桌子的这个画面 然后待会庆德轮会 再帮我们补充 真的是非常非常挤 考前三个月要到考试院来念书 那我们之后呢还会再讲说 哎大学毕业还要进口试村 对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刚刚讲到这个 要进这个天空之城 就是SKY SKY的这个学校 SKY这三个学校 你要知道这个首尔大学 他们这次进了36 然后有一个K-CAST CAST就是专门出这个科技大学的 这个CAST CAST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 CAST呢 他出了哪个名人呢 导播帮我cue一下 他出了NAVER以及LINE的支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NAVER的这个创办人 就是李海珍 然后另外是LINE支付 盛仲虎 他们两个呢 都是从CAST 就是这次排名41名的 这个CAST学校 专门培养科技大学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在1972年才开始 1970年代才开始成立 但是呢 你要知道就是他们不停地在 培养科技人才 尤其CAST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产学合作 就是说像是如果你在 你在在学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一些ideal 可以有跟教授有创业的想法 甚至开发APP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CAST出来的学校的几个人 都是非常厉害的 一个是NAVER的创办人李海珍 另外一个是LINE支付盛仲虎 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都是从CAST出来 这个是今年排名41名的CAST出来的名人 MING PAO CANADA